他看到了队友的跑位 范巴斯腾 这球很漂亮 快攻得好机会 只要是英格兰球迷 应该都不会忘记1986年 迪格·马拉多纳在墨西哥城的表现 时至今日 球迷们仍然对这场比赛津津乐道 马拉多纳独中两圆 各个精彩 一例是争议进球 另一例呢 则是国际赛事中最精彩的一例进球 就连一些英格兰球员 都承认他们想要为他鼓掌 真是一场精彩的比赛 将球王天使与魔鬼的两面 展现得淋漓尽致 漂亮的冠球 本来选择很多的 却白白浪费了这么好的机会 不应该啊 帕弗 一个大脚降所转到另一侧 沃纳尔迪尼奥 沃纳尔迪尼奥 绝不想输给对手 哈尔及时出现断下皮球 一次令人激赏的过招 哈 阿朱现在那里把球捧坏掉 能否把握着机会 球员突破坏出了危险局 可以上门了 浪费机会啊 对角射门的发力非常充分 事大力沉 马拉多纳 他找到了防线的破绽 彩排并没有 他选择打包 有没有 有了呀 这球很难判断 不过在我看来 他的跑动时机已经很完美 刚好保持不越位 虽然他还有改善空间 不过我觉得他能站住位置 就已经很好了 比赛的第一个进球终于出现了 尽管替补西 并没有表现出什么激动的情绪 但是他们肯定在心中暗息 因为这个进球 是他们期盼已久的 约什科格瓦迪阿尔 他出现在那里 把球捧坏掉 一记长传 一次犀利的防守 前面的进攻组织很流畅 但最后处理有点犹豫 这一犹豫 机会就没了 一个马拉多纳 快速向门前推进 从对手那里抢回了皮球 翻过了防线 他扫了一眼中落 这样的尝试 我不得不说太漂亮了 罗纳尔迪尼奥 比较精美的上帝 直接上方 哈卡 跑位时机啊 真是登峰造极 应该起脚了 叶尔洛 将球转移到了边路 他阻止了进攻 一个马拉多纳 一个马拉多纳 有机会打反击 球转移到了右侧 一个马拉多纳 跑向了传球的落点 成功化解了一次威胁 一次不错的反击 本来有很好的机会 但是最后不知道 哪里出了问题 他成功地阻止了 对方的进攻 本可以成就一个好球啊 只需要传球再好 那么一点点就行了 纳布勒斯 这个直塞球传得 有点想当然了 根本没有空间 那马 华丽的脚下动作啊 选择攻本 现在看看谁能够 先抢到皮球 这是个接外球 罗纳尔迪尼奥 他来到门前 机会 双方你来我往 一方全力进攻 一方毫不退让 这次进攻还不错 不过他身边人太多 很难有什么作为 罗纳尔迪尼奥 直接从中路找到机会 反击的时候 可不应该这么打 浪费这样的机会 太可惜 塔卡 有手门机会 船中折射出底线 脚球 安德烈皮尔路 还是和以往一样 负责发脚球 负责发脚球 约时刻格瓦迪尔尔的结尾 皮球暂时回到后场 忽然出现了反击的机会 反击要来了 球被对方拦截 无攻而反 球来到了左侧 卡卡 防守漂亮 太及时了 这将是上半场比赛最后的剧情了 双方球员都回到了休息室 在上半时虽然打破了僵局 但是除此之外 双方再无剑术 接下来的比赛 仍然充满悬念 您记住 您的女士 您可以买到资料 在资料的资料 观众朋友们 我们一起回到比赛 AC米兰 必须尽快扳回一球 让局势恢复平衡 既要大胆进攻 又要兼顾防守 这时候需要经验丰富的球员 站出来发挥作用 内瑪尔 现在球分到左路 杰拉德 及时地破坏了 这是要传给空气吗 球被弹了出来 布里特 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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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时刻 格瓦迪奥尔 要到前场 吉拉德 送出一脚横传 卡卡 罗纳尔迪尼奥 一个舌尖上的抢断 我为什么要用舌尖呢 一个马拉多纳 布里特 Polish 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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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 痛 比赛 我 GRELLO 这下处理不够果断 这样的机会并不会很多 没能把握住 非常可惜 卡瓦哈尔 就像谁能抢他球的 一个马多纳 直接与对手过招 内马尔 内马尔 简情暂时解除 有一次成功的防守 一脚高空 投球重点 无论从哪个层面看 他都是门神 这是教科书版的普及 他凭借惊人的反应速度 化解了险情 球出了边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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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茜茜 我记得 敌篮 这次强队的跑位非常合理 塔卡 尼泰斯坦 塔卡 看看能不能好好利用这个表较 处在非常好的位置 没错他们就应该这样打 他们现在采用了一种全新的招待 更加积极主动的打法 是的 不过要看他们能坚持多久 直接面对门匠 尝试打一球 罗诺·门德斯尝试将球破坏掉 他的位置很好 调整打门 门匠又一次把手住了球门 抢的头球 门匠立保球门不是 若是考验了一回门匠 马尔基诺斯的处理 其实并没有任何问题 是门匠太神用 选择头球 方向没有控制好 好球公门 关键的封堵太厉害了 很好地展现出了他机敏的反应能力 时刻准备着 对方显然没有找到正确的传球节奏 这攻势就这么被断了 大脚向前传 成功断下皮球 本来选择很多的 却白白浪费了这么好的机会 不应该啊 拉斐尔来昂 现在并没有完全被动 没必要太保守 这种情势下 应该在前场增加一些人手 这是一记巧妙的传球 他们信心十足 体能也非常的充沛 不过他们必须保持住球权 不能再把球送给对方了 一个马拉多难 西方对手更是输不得啊 皮尔罗 尝试掉过顶球 这下看谁能够先拿到球 知道拼抢那一下把他拉倒了 他得到了黄牌警告 贝尔罗 写度夫 写度夫 写度虎 时度 这下要看看他们能不能想办法自我拯救 得赶紧了 时间不多 卡卡 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 他们得把球送入进去 开打招也不算什么糟糕的选择 无论如何都要制造机会 试图长传寻找队友 以赛结束 两队旗鼓相当 最后一球定胜负 他们以非常微弱的劣势膝败 蔡惠强先生 你来总结一下今天双方的表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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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也是好到没有朋友那种 双方的球迷都互不示弱 现场的气氛也很热烈 我们感觉这样的天气冲个咖啡 看个比赛 那太爽了啊 好了 一起来看比赛 追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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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朋友们现在比赛已经开始 追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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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无人持久 打卡 追赏 及时地抢断 利加拉组在场上十分活跃 充满活力 一定会成为本场比赛的关键因素 他无疑是同时代最出色的索后卫之一 他的职业生涯可谓光辉灿烂 我仍然认为 他是那个时代最出色的球员之一 他可能并不像同时代的其他球星 那样备手追捧 竟没有 有机会打包 我有这种失误 本应该付出代价的 他逼迫对方球员出错这一点 做得非常好 这样才促成了刚才的进攻 法比奥卡纳瓦罗 不懂了对手的想法 成功抢断 球被门将控制住 罗纳尔迪尼奥 塔卡 王牌对王牌 我们期待他们之间的精彩较量 看看能不能传个好球 罗纳尔迪尼奥塔卡压 最后这脚打门能在精准些就完美了 他表现得很好 充分利用了中路空间 这给他提供了轻松 直插对方门前的机会 雅尔纳多西尔瓦 以炸拉左 帕特里克维埃拉 球来到了左侧 投球传到中路 一脚将球轰走 安德烈皮尔洛 队友能接到球吗 他的位置很好 前面有空档 抢的投球 帕特里克维埃拉 这脚踢得很远 杨巴斯腾 德尔皮耶罗 维埃拉 比森特里扎拉左 孙兴敏 雅尔纳多西尔瓦 绝不想输给对手 他知道自己这球传得不好 传球的意识不错 不过传球的力道不好 再大的一点就好 几次精彩的护传把球带到了前场 鞭才聚齐越位 球马上又被抢了回来 赏心悦目的表演 监敏赛 寸突不让 在这次正面交锋中秒杀对手 但巴斯腾对方负责制造问题 而他负责解决问题 特伦特 阿诺德 阿诺德 德尔皮耶罗 贝尔纳多西尔瓦 德尔皮耶罗 他结尾成功 卡卡 江桥转移到了边路 横线脑洞大开 不对 漏洞大开 就被弹了出来 本来选择很多的 却白白浪费了这么好的机会 不应该啊 提球上门 高质量的上门 险些改写比分 罗纳尔迪尔 确实错失了一次大好机会 相信他很快就会卷土重来 阿诺德 德尔皮耶罗 孙兴敏 德尔皮耶罗 双方你来我往 一方全力进攻 一方毫不退让 漂亮的断球 古利特 漂亮的盘带看这轮攻势如何呢 帕特里克维埃拉 他看到了队友的跑位 这是中场休息的上了 AC米兰的球员回到更衣室 可能会研究如何加强进攻 从比分上可以看出双方的谨慎 两队都未能改写比分 但是如果他们继续保持前四十五分钟的态势 比赛的天平迟早会清斜 但是他们继续保持前四十五分钟的态势 比赛的天平迟早会清斜 罗纳尔迪尼奥 传出这样的球会也是醉了 练亚纳多歇尔瓦 有的人真该好好练练传球了 他一路披荆斩棘 这是一次漂亮的防守 亚利桑德罗 德尔皮耶罗 确实有自信有能力那样控球 他稍微带多了几步 应该早点把球传出去 因为接应的球员已经拍马赶到 罗纳尔迪尼奥 精品赛 德尔皮耶罗 好机会他看到了空档 安德烈皮尔罗 努力特 断法斯腾 他想要一一一跺 非常准确 他已经预判出了路线 看看能不能好好利用这一个空档 卡卡是不会放过单条防线的机会的 他就是喜欢这样的对决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单技闯关 虽然是单打独斗 但也能带动队友 球失去控制了 看谁先抢的 古力特 传到边路走廊 以扎拉组给出了一击船钟 决定横传到另一边 今天是80.607观众 但巴斯腾 据孔子的《论域》记载 烂的传球不如不传 开速向门前推进 直传 这是个绝强的机会 前面的进攻组织很流畅 但最后处理有点犹豫 这一犹豫 机会就没了 球现在无人控制 争端还在继续 节奏加快了 会有怎样的配合呢 全球的准确度还要提高 卡卡 范巴斯腾 罗奈尔迪尼奥 德尔皮耶罗拼命跑向球的落点 有机会打反击 德尔皮耶罗 从对手那里夺走了球权 球被破坏出了危险区域 下场 好机会 扩描冬 购乘 准确度 之后 连犯 盖 来 现在是死球 场上即将换人 抬脚上门 这下抢断很漂亮 把起反击 拉斐尔来昂 究竟谁能抢到球呢 AC米兰 又抢了回来 上来 谁都有可能倒到球 需要一记精准地传球 这会儿就需要经验更丰富的球员站出来 好好拿住球 尤尔比耶罗 得阿拉斯凯塔 几次干净利落的短传配合 就来到了左侧 利扎拉左 现在势均力敌 控球率是关键 可不能总是丢掉球权呢 对阿拉斯凯塔 走到门前 双方的对抗还不为激烈 说明双方都想拿下比赛 他成功接到了皮球 我觉得现在比赛的关键就是看谁能够更沉着 总不能那样持续球权 萨迪奥马内 得阿拉斯凯塔 秀了秀自己华丽的脚法 往前传 乔治亚 得阿拉斯凯塔 得到了一个好机会 我猜是脚球 确实是 所有队员都要回来 利保球门不失 几连五八配 他出现在那里 把球不坏掉 看来两队今天是难分胜负了 不过还有可能打破僵局 如果想取胜必须把握好这次进攻 看一下伤停五十两分钟 一键值三球 一次犀利的防守 直接外球 他肯定还能做得更好的 比赛结束 这场比赛双方的进攻球员的心情一定是惨淡的 防线固若金汤 他们在场上基本没有施展的空间 最终比赛收获了两个鸭蛋 他肯定是个人的 一键击 一键击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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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键击货